你先回去吧 以后说话要小心 谢谢菊菊 老祖宗吉祥 这是挂的什么疯 几辈子没见面的人 居然想到来看我这个老婆子 太后 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太舒服 所以我就煮了一些燕窝汤 来给老人家补补身子 你还真有心 不过我身体硬朗着 有什么事情求我就直说 臣妾恳请皇太后 准臣妾出宫找皇上去 出宫找皇上 皇上出宫又不是去玩 你找他干什么 臣妾要亲自伺候皇上 你自己整天还被人伺候着 你还懂得伺候别人 只怕你出去以后皇上还得伺候你 臣妾为了皇上什么事都可以做的 走开 别挡到 太后 你就让臣妾找皇上去吗 你还在这干嘛 臣妾告退 小二哥 你别怕 我只想问你 芸汐有没有三男一女投诉过这间客栈住过这间房 有 那么现在人去哪了 我不知道 有没有留下什么 没有 我发现了把飞镖 派他出去 走 看来不只是我们对他有兴趣 对方是敌事业我们还不清楚 我们马上出发 追赶乾隆 走 二位慢走 四位客官 是吃饭还是住店 先吃饭后住店 先吃饭后住店 来了四位 先吃饭后住店 里面请了 四位客官 想吃点什么 你们这有什么好吃的 好吃的 鸡鸭鱼肉 啥都好吃 我们家少爷要吃你们店里的特色菜 独一无二的 这年都怪了 都行吃一些独一无二的 要不你们看看对面那位姑娘 莫非这位姑娘就是你们店里的特色菜 不是 那位姑娘和几位客官一样 一进门就叫吃一些独一无二的 要不我也去给你们准备一份独一无二的 别走 我们要的菜你给喊一声 喊一声 你们这个没法喊 怎么没法喊 我们吃的又不是什么不雅之物 喊吧 我们大家都喜欢听你喊 那我可就喊了 喊吧 客官不喜欢吃鸡鸭鱼肉 独一无二的大菜 一份稀里糊涂的烧喽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这位公子能不能把手给我看一下 要出大事 出什么大事 这位公子长得英俊潇洒 仪表堂堂 仪表堂堂 你也不错 谢谢 像公子如此风采 是不是会令无数少女为之倾讨 是不是有时候感觉到美色无限 而精力有限而懊恼 这你都看得出来 当然了 同样身为帅哥的我自然知道其中的干苦 不过遇见我算是你的幸运了 请看 这款 这是由我家祖传秘方研制下来的 名字叫做山崩地裂 举世无双 温柔逍遥丸 专制补气壮阳 吃了这块药 会令你欲仙欲死 我们绝对不会再有难言的 我们不需要什么逍遥丸 你赶快走开 到别的地方卖药去 走 这位大哥 一看你这块头就知道是个习误之人 不过就是火气大了一点 不过没有关系 遇见我算是你的运气了 请看 这是一款由多种中药提炼而成的 名字叫做冰青玉洁消火丸 专制傻不拉击 口干舌燥 愣头愣脑 最适合你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这位姑娘 你想干什么 我要跟这位姑娘说两句话 请你借过一下 容安 这位姑娘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 谁跟你见过 谁跟你见过 跟你当然没见过了 跟这位姑娘却似有缘之人 好 既然这么有缘 我一定要跟你说一个高度机密 今天晚上吃饭有没有时间 好 既然是这样 我就向你推荐这一款药了 你看 这就是天上人间修花碧月美容养颜丸 我这个养颜丸可不是一般的美容养颜丸 我这个美容养颜丸可以让姑娘有一种由内而外焕然一新的感觉 我这个养颜丸在我爷爷的时候 那可是公平 专门给宫里的娘娘用的 是吗 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当然了 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又不是宫里人 怎么会知道 好 我看姑娘长得天生丽质 要是再吃了我这个美容养颜丸一定更加妩媚动人 就是连皇上也会为之心动的 你胡说八道 我没胡说八道 这位小哥 你下边是不是该向老夫推荐你的什么灵丹妙药了 上到 老人家 你无药可救 你的药 你怎么吃的 江楼骗子 你怀疼 老婆 上等的雾匹 您看看这个 大家多重� iba 好,来,来,来 买花菜 来,去跑 这个五千银子 好,来 好,来 好 好